裡面的 喂喂Hello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2號 今天講一下這個燃旬 不是南面的旬國 不過可能很快就是南面的旬國 先講一下燃旬 什麼是燃旬 如果說燃旬你會想什麼 就是鄧小平當日走去南巡 又叫做九二南巡 那段歷史就是講九二年一月十八號至二月二十一號期間 鄧小平就去到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 廣州上海 重新去改革開放 以及自己的鄧小平理論 其中一句話就是叫做什麼 其許這個廣東 這句話重要 他說是按這個叫做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 什麼叫生產力為基礎 即是發展可以 嗯 利用這個生產力為基礎的嗎 是可以的 因為有些是以計劃為基礎的發展觀 如果你以生產力為基礎的時候 你就會看看有什麼是適應市場 但如果你以計劃為基礎的發展觀 你就會看看有什麼可以達成你的政治目的 所以其實鄧小平當日的講話 就是要將政治和經濟兩樣東西 完完全全地分開 也剔造了中國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 接近三十年的發展 其實很簡單 因為一九八九年之後 你就沒有了一個叫做政治的合法性了嘛 既然沒有了一個政治合法性的時候 你也要動一些東西出來的啊 所以就其許有一個叫做經濟的合法性 所以當時呢 鄧小平是對於這個廣東的生產力啊 投下信心的一票 希望廣東可以發展起他的經濟 發展起他的工業 發展起他的體制 尤其是他其中一個公職 雖然你未必認為是公職啦 就是八四年時候啊 訂立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有個樣板的時候 就可以拿來用了嘛 當時鄧小平是想將香港 啊 複製回幾十個 那就擺在中國裡面 帶動中國的經濟發展 而這件事來說呢 當禁聖上當然啊 他認同表面那一套啦 但是骨子裡來說呢 他覺得鄧小平這些是什麼啊 是走資派來的啊 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呢 複製回幾十個香港回中國 然後 令到中國可以經濟發展起來 他是認同這一點的啊 不過首先呢 就要政治改造了香港先 將香港變成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 然後啊 他才放心 將香港就複製回內地的啊 所以他就說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為什麼行穩致遠啊 首先就是要兩制完全服從於一國 而這個兩制 為什麼未能完全服應於一國呢 原因就是因為有漏洞 所以他才去堵塞他嘛 一直以來他都覺得 鄧小平的理論沒錯的啊 郎沒錯啦 但是骨子裡錯了啦 我們經常講骨子裡 那鄧小平當日有個什麼的期許呢 當然就是希望啊 中國的發展 啊 可以追得上這個亞洲四小龍啊 當時亞洲四小龍是哪幾個啊 南韓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亞洲四小龍啊 亞洲四小龍的發展 你如果拉個地圖去看呢 很明顯就是條南海的原線來的啊 就是一直這樣將些東西組裝完之後啊 就經這個馬綠甲海峽 然後一直這樣延伸 跟著呢 就運了運油啦 那為什麼可以發展起亞洲四小龍呢 當然跟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有關啦 而這四個地方啊 剛剛好就可以 令到那些東西運來運去非常暢順 那再加上啊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你說八零年代啊嘛 那跟著 歷今已經四十年了 而這四十年間 你中國無論是生產也好 甚至乎是消費也好 它都是帶動了這條航線的發展的嘛 那所以你看到了 為什麼呀 這個偉大光明正確的習近平總書記 第一時間就見到南海這一塊肥肉了啊 啊 一定要奪之而後快啊 所以才有一條叫什麼啊 九段線啊 哼 搞你那段線啊 搞斷線啊 大佬 那其實那個出處呢 我就找不到 但是呢 有機會是跟李小龍有關啦 因為李小龍呢 經常就是亞洲強起來的那個代表啊嘛 就是你記得的話 一九七幾年那些 李小龍的電影啊 就是一個 until 鬼命的亞洲人 可以挑機一個非常厲害的西洋狀漢 拳王 啊 以及經常那些什麼日本空手道那些嘛 就是打到他們落花流水 那其實李小龍也可以說是一個香港的代表啦 就是首先他是一個香港人 然後又的而且確 香港竟然能夠成為四小龍裡面的東方之珠 四隻小龍裡面 很明顯 香港是經濟繁榮 經濟發展 發展得最快的那個來的嘛 那你可以說是得益於 是呀 是得益於的 是1984年時候的中英聯合聲明啊 真的幫了他很多的 為什麼啊 因為新加坡就沒有這個便利了 在亞洲四小龍裡面呢 無論你跟中國幾朋友都好 幾朋友都好 幾忠心不義都好 都不及得上什麼啊 都不及得上啊 你媽媽是他嘛 那所以啊 這件事就是為什麼啊 啊 講著1984年時候中英聯合聲明 確定了香港的主權 那就帶來了三十幾年的繁榮 尤其是 你講著 二千年之後啦 因為二千年之後 中國就走入了世貿了嘛 啊 於是乎啊 如果世界的貿易 在不斷蓬勃發展的時候 你中國又走入世貿 變成一個血汗工廠 當然呢 就可以怎樣啊 藉著香港這個地方 不斷賺取外匯 還有與世界連結啦 所以其實啊 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啊 經常講金融啦 金融最厲害是什麼啊 最厲害就是槓桿啦 所以香港其實是一支槓桿來的 那如果啦 你將槓桿裡面那個支點拿開 將它變成一條麵粉棍的話呢 就是走去做麵包啊 原本可以挑動大石的 你就拿來做麵包的話 會出現過什麼局面呢 喏 答案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你可以見到就是 香港呢 能夠發展起來 除了自身那個文化底夠厚的時候呢 因為去華洋甲襲嘛 事實上四小龍來說呢 香港的英文的而且確是首屈一指的嘛 那除了得益於這個文化基底 即是經常說香港是個福地啊 福地的意思是什麼呢 經常都可以走運嘛 是吧 那但是這種所謂的行運呢 是建基於什麼呢 是建基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 所謂獨特的地理位置 包括在南海的正中央啦 除此之外呢 又得益於它那個時區啦 經常講紐倫港的嘛 這麼巧 每隔八個小時左右呢 紐約開完市 接著收市 然後就香港 接著就倫敦 周而復始 那再加上 你不是說時區OK的 那就可以做到金融中心的嘛 因為你看看台灣 你看看南韓 你看看新加坡 他們的金融中心是沒有香港那麼長黃的喔 那又是得益於 因為香港它可以做到一個叫做貿易的橋樑 又由於這個貿易的橋樑 你做貿易的時候就牽涉到錢啦 牽涉到錢就有融資 有融資的時候就帶動地價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由80年代開始 這30年來 香港都是賺錢的 那當然啦 賺錢的是什麼人呢 是由一般的平民百姓 轉了去一些叫做 其實都是啦 你賺完很多錢之後 就變身成為一個資產階級 於是乎就是那些資產階級在賺錢咯 你如果說1950至1970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呢 就是全人類一起打拼的時間啦 也是所謂的獅子山精神 就是很多人走爛下來的嘛 然後走爛下來之後 在一個新地方 有一個新開始 但是也得益於香港的那個低稅率啦 因為如果不是低稅率的時候 你很多東西都未敢嘗試 那所以其實天時地利人和幾十樣東西 合在一起 才令到香港那個經濟發展得那麼好的咯 那當然啦 你由2000年開始 不斷變成一個叫做計劃經濟 對呀 也不知道為什麼香港變成了計劃經濟的 什麼叫計劃經濟呀 就是建了一些很多沒有用的工程 很多東西都不再講求效率 變成了整個社會只是為了一小撮人服務的 即是他們又開心啦 雖然你說 你未必使用到高鐵 那但是工程公司就一定要使用到高鐵的嘛 何謂使用呀 你的project要用呀 嘩 大哥好爽呀 不斷建的時候不斷加價呀 是不是這樣說呀 有什麼工程呀 可以不斷建不斷加價 然後沒有人會吵你 也不是 之前也有一幫泛民在那裏做一下猴子戲 醬醬醬醬醬醬地吵下的 那今時今日咯 你還敢吵 建多幾條都還可以呀 我跟你講 你一個明日大嶼已經是幾條高鐵啦 那所以當日有這個鄧小平男巡 今時今日咯 就有這個習近平男巡 但是可以期許的就是 所謂的習近平男巡 會見港澳兩地的特首 即將會發生的是什麼事呢 你可想而知的咯 就是由近日有一件事叫做Tuber 如果大家知道是什麼 Tuber是什麼呢 就是大陸裡面一個合法翻牆的軟件 即是你翻牆完之後呢 雖然這個Tuber都是經過一個叫做審查的 於是乎呢 你又看不到一些可能關於政治上的內容啦 但是至少啊 Entertainment 娛樂性等等的資訊呢 它應該都可以提供的咯 但是呢 就行了兩天 跟著都是撒停了的 那你就這樣講Tuber這件事 就當然是講著 喂 原來娛樂節目各樣那些 你在這裡給裡面那些人看到的時候 嘩 都不太行 為什麼呢 因為累積了很多的一些叫做對比 嘩 其實他幹嘛搞這件事呢 真的 這其實整件事呢 就好像蘇聯當日那樣的咯 蘇聯當日呢 有一家麥當勞走了進去 嘩 跟著那些人在那裡大排長龍 這個就是蘇聯第一家麥當勞的故事嘛 那時候1990年1月30號時候 也是很冷很冷的一個日子啦 在莫斯科那裡開了第一家麥當勞 其實就提議了很久的了 1976年已經提議的了 不過就經過了20幾年 而當時呢 這家麥當勞呢 都厲害的 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麥當勞 嘩 你一塊餐店起那麼大有用嗎 一塊餐店不是賣大的嘛 很多人都買走的嘛 大佬 但是你會見到就是呢 因為當時蘇聯裡面那些人呢 窮到窮到窮窮到窮的窮窮到窮窮的人 原來他內心呢 非常之空虛的喔! 整個人得過鶴 尤其是蘇聯那些僵硬的體制 是令到所有人都沒有了靈魂的 而當你只有一個空殼的時候 你就很想找一些東西去填滿自己的 如果那個飽足感越大的時候 你就越需要那東西去填滿自己的 所以當時即使是蘇聯都有這個胡錫進 那時候在拜行說這些資本主義的食物 主義之類的那些非常難吃 又不健康又煎又炸又油炸 但是無論你說多少都好 事實上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大廊的人群排了幾公里的長隊 那時候說的是非常冷的一個冬天 但是不分階級不分背景 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工廠裏面的那些保安 都說走去排隊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排幾公里的隊 不用工作的? 沒錯了 窮到窮到窮到窮還有公開嗎? 就算你真的有公開 都是假裝工的 什麼叫假裝工? 假裝裝 而就是這件事之後 那時候就 Tutwood 那時候就1990年了 不要說這件事了 先說這個Tuber 你被人看到娛樂節目各樣 但都不行 都很害怕 所以一天之間 就將他下架了 其實不行 你不可以讓那些人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好壞不壞 就是最近這十幾年 你走入世貿 你真的被那群人走出去旅遊 這個是錯誤的道路來的 今時今日就正確了 收起他們的護照 就不能到處走 但是目前來說 借口呢 喂!疫情嚴峻了 但是 疫情是會過去的 那到時 你給不給人出去呢 還是疫情不會過去呢 如果計劃的一部分 你不知道的 那到時 你裏面那些人 沒有得旅行的時候 不知道 可能都是一種 幸福感飽滿感獲得感 你想想 不到長城就非好看 在這遊覽這個 上有天堂 下有蘇寒 周圍走去遊歷 都不失為一件好事 不過有霧霾的意思 還有今時今日 如果你走去遊歷蘇寒的時候 都還是上有天堂 下有蘇寒 不過那個下字 可能是指什麼呢 嘩! 即是你那些圓景 如果充滿著垃圾各樣的時候 還有你走進去 不知道什麼博物館 都要交錢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好看了 那你說 乖乖地不出街就行了 那其實 他們乖乖地不出街 就這樣在大廈裡面 如果安然無恙都是件好事的 最好不要三時五刻 就做些 又水 又石屎 又重害那些 嘩!如果不是 就真是 不能安其居 也不能落其業了 那今集呢 講到的呢 就是這個 香港的發展奇遇 以及蘇聯的麥當勞 那還有啊 總結一下就是說 今次的南巡來講之後啊 你見過林鄭 和這個澳門特首之後呢 可想而知 就是香港和澳門即將會迎來一個更加緊密的銜接啊 你都猜到他有些什麼搞的了 你那些民企各樣啊 就要有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官 這個偉大光明正確的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嘛 他說什麼啊 團結民營經濟人士是重要任務啊 加下給你一個重要任務 那所以你見到啊 Tuber的嘗試 他可能想學這個鄧小平那一套啦 就是搞些不知什麼特區啊 各樣出來 那擴大開放深圳 本來就想走上那個Tuber 就是扮一下東西都好啊 那但是呢 一日之間就停了 那目前來講 不知道他想什麼啦 喂 娛樂新聞都不給補 那但是仍然是要啊 就是會見這兩個特首 又是那句咯 要將團結好引導好民營經濟人士 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 你這班友仔好乖乖聽話啊 啊更好這樣推動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 啊豁著健康兩個字 什麼為之健康啊 就是愛國的發展啊 你不愛國你就不健康咯 就是這樣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